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 欢迎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五月新闻发布会 我是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按照惯例我先通报四方面情况 之后再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第一方面发用电情况 从发电量看一到四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 2932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6.1% 四月份发电6901亿千瓦时 增长3.1% 其中水电 其中火电 水电 核电 太阳能发电分别增长1.3% 29% 5.9%和21.4% 从用电量看一到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9% 分产业看一二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增长10.1% 7.5% 13.5%和10.8% 分地区看 11个省区市用电增速超过10% 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 第二方面投资项目审批情况 一到四月份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共审核批准 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0个 总投资3207亿元 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和水利等领域 其中四月份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0个 总投资1152亿元 第三方面 近期出台的政策文件情况 第一项政策是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条例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生态保护补偿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以综合性基础性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巩固和拓展 确立了生态保护补偿的基本制度规则 下一步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条例的落实 加快建立健全相关领域的配套措施 为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提供政策支撑和技术支持 第二项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市场的健康发展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意见明确了七个方面 二十条具体措施 这七个方面具体包括 推动完善招标投标制度体系 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 完善评标定标机制 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加强协同高效监督管理 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提升招标投标的政策效能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 切实把相关的政策和举措落实落细 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供有力的支撑 第四方面 近期你举办的重大活动情况 中国海河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将于5月23日至24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面向未来 携手推动中国与海河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期间呢 要举办主论坛 产业与投资合作推进会 以及四场平行专题论坛 这次论坛将推动落实中国与海河会国家领导人就深化合作推动发展达成的共识 巩固拓展能源石化互联互通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相关领域的合作 推动中国同海河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欢迎大家关注和报道 以上呢就是我向大家通报的四方面内容 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提问之前请通报所代表的媒体 请提问 好我们请中区第二排边上的这位记者 谢谢李主任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去年增发一万亿元国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请问项目建设取得了哪些进展后续将如何巩固 成效谢谢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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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国债项目进展总体顺利 以经经济为重点的华北地区等八个省市的项目开工率达到了80%左右 一批与民生福祉相关的比如说教育医院道路供水等项目已经基本完工 能够在训期之前投入使用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青山水库 北聚马河治理 大清河治理 早林庄枢纽等一批重点的水利工程 也陆续开工建设 其他的项目呢 正在按照有关的计划 有序的做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4月中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了全国2023年蒸发国债 实施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在会议上呢 积极的推动蒸发国债项目 在今年的6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 特别是要推动加快那些防汛水毁等项目的建设进度 确保的这些重点恢复重建工程 在今年的讯期前能够建成 并且投入使用 关于您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我理解是 关心如何按时保制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能够充分发挥国债的 国债资金的效益 那么对此呢 我想要通报的是 国家发展改革委 从资金的下达 项目的推进和过程的监督 这个全链条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 确保增发国债项目 既能够支持在后恢复重建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也能够在扩大有效投资 促进就业增收 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等等这些方面呢 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要把这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办实 实事办好 为了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了项目的在线调度机制 对项目进展情况 进行全过程的跟踪督促 二是组织地方对项目进行自查 在这个基础上呢 今年我们要分三批 对全国的31个省市的 所有的项目开展 全链条 全周期式的实地督察 截至到4月上旬 已经完成了第一批 对北京 河北 天津 12个省份 省市的这个实地督察 帮助地方解决项目推进过程当中的实际困难 切实加快工程和项目的建设进度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压实地方的主体责任 确保工程的质量 真正把各项工程建成明星工程 优质工程和连结工程 请继续提问 请右区第一排的这位记者 谢谢李主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今年4月制造业 PMI为50.4% 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请问如何看待制造业发展趋势 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 促进制造业恢复发展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制造业采购人经理指数 PMI是反映制造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情预表 那么正如您关注到的 今年的3月份4月份 制造业的PMI呢 是持续处于50%以上的扩张区间 那么这个呢 我们认为是反映出 在宏观经济政策 持续显效的情况之下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企业效益有所改善 景气水平和企业的预期呢 也持续向好 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比如说从生产看 4月份制造业的增加值 是同比增长了5.7% 这个增速呢 比上个月提升了0.6个百分点 制造业PMI当中的生产指数 在4月份是52.9% 这个呢 是2023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这些数字呢 都反映出制造业的生产扩张 在有所加快 那么我们再看需求 4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增长 货物的出口也恢复了增长 制造业PMI当中的新订单指数 新出口订单指数 分别是51.1%和50.6% 这也反映出制造业市场需求 在继续恢复 我们再来看结构 4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PMI 是53% 呈现出了较快的发展势头 那么投资数据呢 也印证了这一点 1到4月份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同比增长了9.7% 投资结构的优化 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的PMI 分别为50.7%和50.3%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 连续两个月都处在扩张区间 这也反映出啊 中小制造业企业 保持着恢复发展的势头 我们看到呢 推动制造业持续恢复发展的 有利条件正在聚集 比如说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 同比增长了4.3% 这是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增长 那么利润的增长呢 为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1到4月份 制造业投资增长9.7% 这个增速比全部的固定资产 投资的增速高出了5.5个百分点 4月份制造业PMI当中的生产经营 活动预期指数是55.2%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数字呢 是继续位于比较高的景气区间 这些都表明啊 制造业企业对未来市长发展的信心 总体是稳定的 总的看 我国制造业将继续保持恢复发展 结构优化的态势 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 加快培育新制生产力 切实提高制造业发展的滞效 我们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个呢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 要落实好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也就是两重啊 那么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下达 以及地方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进度 在促进国内消费方面 要加快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千方百计的稳就业 促增收 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加快推进消费品的已旧换新 扩大汽车 家电 手机等商品消费和文旅等服务消费 加大力度培育 打造消费的新场景 新业碳等新的增长点 同时呢 我们还要加快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加快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深入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计划 引导企业应用先进适用的技术来改造升级 不断提升制造业的高端化 智能化和绿色化水平 下一个问题 我们请左区第一排的这位记者 毕正好 新华社记者提问 请问国家发展改革委 在推动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投资项目落地方面进展如何 另外下一步还想如何继续推进这些项目 谢谢 好 谢谢您的提问 今年以来呢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从三个方面来推动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两重项目的建设准备工作 第一个方面呢 是做好项目的储备 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组织相关的部门和地方 来研究和梳理储备 今年能够开工建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 同时呢 我们还联合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 对重大项目用地 环平要素使用啊 等等这些保障机制呢 来进一步完善 同时呢 组织召开全国的视频会议 指导和帮助地方 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 第二个方面呢 是细化任务举措 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的视频会议 布置各个地方继续细化和落实两重建设的一些重点任务 同时呢 和相关部门一起抓紧研究明确 硬投资的项目的这个细化的要求 以及软建设的具体措施 这个软建设呢 就是指我们为了保障这些工程和项目的顺利推进 所要开展的一些制度和改革的方便的相关的工作 并根据需要来制定出台相关的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 第三个方面呢 是做好第一批第一批项目下达的准备工作 按照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及早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要求 以及国务院召开的支持两 支持两重建设部署动员视频会议的工作要求 在前期开展工作的基础之上 我们梳理出一批符合两重建设要求 可以立即下达投资的重大项目 等待相关的这个国债资金到位以后呢 即可加快建设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牵头会同有关部门 认真做好两重建设各项重点任务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主要呢 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个呢 是要发挥好牵头和抓总的作用 我们会从有关部门和地方统筹做好 从项目的筛选到推进实施到督导平督到改革任务的落实 等这个链桃上的每一个环节的工作 同时呢 还要有效发挥财政金融 行业管理要素保障等各个部门的职能作用 建立高效运作的机制 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合力 第二个方面呢 是要做好硬投资的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要加快项目的筛选和计划下达 组织各个地方和有关中央单位 按照报送项目 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做好项目的筛选 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的统筹 既要用好这个国债资金 也要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政府专项债 以及地方政府投资等各类建设资金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的参与 督促和指导地方加大前期工作力度 分级分类做好用地和环平等要素的保障 推动项目能够尽快开工建设 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制定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 明确从项目谋划储备到监督检查的各项要求 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要加快软建设政策的出台和落地 我们会同有关方面要建立软建设的一个任务清单 抓紧推进相关政策举措出台实施 以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思路来破解深层次的矛盾 更好发挥政策叠加的效应 第四个方面是加强实施效果跟踪和评估 对于这些硬投资的项目的这些任务 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托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机制 定期调度项目进展 组织开展实地督查 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 对于软建设的任务 要建立督促落实的机制 促进各项配套政策和改革举措 见到实效 请继续提问 请中区第二排 谢谢您的提问 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是加强宏观政策综合协调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么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展这项工作 我们通过这项工作 对各个部门出台的各项政策文件 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开展综合评估 确保各项政策能够同向发力 形成合力 那么围绕着这项工作 近期我们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具体工作 第一个方面是优化评估制度的顶层设计 在近年来我们开展宏观政策 一致性评估工作实践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完善评估制度 确定非经济政策纳入一致性评估的范围 对于评估的责任主体 评估的工作流程 评估的标准 以及评估结果的运用 予以进一步的明确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营造稳定 透明 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第二个方面是高质量做好评估工作 针对准备出台的各项政策 根据年度宏观政策的取向 科学准 科学精准的评估各类政策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对于这些受理接受评估的政策 严格按照评估的程序征求意见 研究论证 沟通协调 同时推动各个部门 根据评估结果 来对相关的政策条款 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完善 确保政策 确保我们评估的作用 能够充分得到发挥 第三个方面是 加强评估的队伍建设 集中精干力量 成立评估工作专班 推动评估机制 高效有序运转 同时我们推动各个部门 要不断地提升自评估的能力 也鼓励各个地方 积极探索开展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评估 对于相关的工作 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推动相关方面 在政策的制定 出台 落实 调整 等各个阶段 都要保证 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促进政策最终的结果 能够符合党中央的决策意图 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提升评估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创新完善评估方式方法 强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 促进各个方面政策形成组合效应 更好的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下一个问题 我们请 右区第四排吧 第四排 谢谢发言人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提问 想问的是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就换新的工作 推进情况如何 另外呢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 召开了两次专题的座谈会 并邀请您企业参加 请问您企业在其中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应该说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就换新行动方案 颁布以来呢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在落实相关的行动方案和政策举措方面 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加大中央投资 对设备更新和循环利用项目的支持力度 明确汽车已就换新的补贴政策 设立了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同时呢 也推动各个地方抓紧采取措施来开展这项工作 那么据我们了解到 包括北京在内的27个省市 现在已经印发了当地的落实方案 因地质疑出台了一些政策 包括制造业的贷款贴息 已就换新的新补贴 消费券发放等等这样的支持政策 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之下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就换新的需求 正在持续释放 需要指出的是 推进设备更新 消费品已就换新是坚持市场为主 政府引导 我们充分尊重企业和消费者的意愿 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积极参与 在工业 能业 建筑 医疗等设备领域 以及汽车 家电 家居等耐用消费品领域 不少的民营企业在研发 生产 销售等方面 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他们有能力 有条件 也有意愿来积极地参与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就换新 上个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两次召开了民营企业的座谈会 听取11家民营企业 对于这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鼓励有关生产企业和平台企业 能够在这期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根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 部分家电企业 汽车企业 目前已经公布的 已就换新补贴计划金额呢 是超过了150亿元 多家电商平台和生产企业合作投入 超过了100亿元开展已就换新的促销活动 随着相关的政策持续落地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正在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 让更多的先进设备和高质量的耐用消费品 进入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当中 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抓紧建立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就换新的工作机制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推动 落实一加N的政策体系 充分发挥经营主体的作用 引导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全社会 共同投入 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来参与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就换新的各方面工作 请继续提问 我们请中区第三排的这一集 谢谢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文件 对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做出系列部署 请问文件对于保障各类经营主体 公平参与招标投标 优化招标投标领域的营商环境 有哪些针对性举措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招标投标市场可以说是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对于未来一个时期 招标投标改革创新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举措 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那么关于您刚才提问当中所提及的 公平参与和营商环境这些方面的问题 应该说在意见当中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是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针对各个方面所关注的在招标和投标过程当中的地方保护 还有所有制歧视这样的问题 意见从完善政策和规范招标行为这样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举措 比如说在制定政策方面 意见提出要落实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 规范招标投标政策制定 从源头上来减少排斥和限制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同时还要开展招标和投标领域的专项政策文件的清理工作 对于存在所有制歧视 行业壁垒 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措施的规定 要予以及时的修订或废止 在招标行为方面 规范招标计划的发布 鼓励提前公示招标文件 同时要加大对招标文件的随机抽查力度 对于那些招标文件异常的情况 要进行重点的核查 减少招标文件当中所隐含的不合理的限制条件 第二个方面是规范招标投标市场的市场秩序 针对各个方面 对加强招标投标领域监管 优化营商环境的期盼 意见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 在压实监管责任方面 意见提出要在尊重行业和地方实际的基础之上 加强协同高效监管 通过编制行政监督责任清单 这样的方式来压实行政监督部门的责任 并且由地方政府按照领域规口 精简高效的原则 来明确它的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 在完善监管体系方面 可以说过去招标和投标领域的一些违法乱象 和标前标后的管理不规范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对此呢 意见也提出要强化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 完善跨部门 跨区域 跨层级协同监管 加强招标投标工作与投资决策 质量安全 军工验收等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 来进行有效的衔接 通过这些举策呢 来完善招标事前事中和事后 全链条和全领域的监管 同时意见提出 要完善招标投标行政监管部门 向纪检监察机关 司法机关等移送线索的标准和程序 更好地形成监管的合律 那么此外呢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意见还提出要加快推广 招标和投标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制定全国统一的电子招标投标技术标准和数据规范 加快招标投标领域数字证书全国认证 推广全流程的电子化交易 同时要优化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支持全社会的力量来参与建设运营 招标投标电子交易系统 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会同有关部门 扎实推进意见各项任务和政策举措的落地 加快推动形成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 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持续优化影响环境 下一个问题 请右区第三排的这位记者 谢谢李主任 上海政权报记者提问 就是2024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成功举办 请问今年活动的主要有哪些特点 然后下一步如何推动节能降碳的工作 谢谢 好 谢谢您的提问 上一周也就是5月13号到5月19号 是第34个全国节能宣传周 那么今年节能宣传周的主题呢 是绿色转型节能攻坚 大家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来 我们是要锚定十四五的目标任务 加大节能降碳的攻坚力度 通过节能宣传周呢 深入交流工作的经验 全面启动了能效诊断 大力推广先进技术 采取多种措施来推动能耗强度 持续降低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 节能降碳呢 对于降低生产成本 促进绿色发展 维护能源安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也是顺应潮流的一种生活理念和社会风尚 当然节能降碳不会随着全国节能宣传周的结束 而结束它是贯穿在我们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的 下一步呢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 务求时效 持续有力的做好节能降碳的各方面工作 具体包括呢 一是强化十四五后两年的节能降碳工作 落实好2024年到2025年的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十大行动 科学开展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同时在能效提升排放下降的过程当中 还要着力保障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用能需求 第二个方面呢 是实施分领域分行业的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那么当前呢 可以说我国有关领域节能降碳的转型升级的这种潜力 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国现在有超过60%的存量锅炉 电机和变压器等这些设备的能效 还低于先进水平 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存量建筑 还不满足节能建筑的标准 那么我们要把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改造 跟大规模设备更新有机的衔接起来 扎实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效诊断 深入挖掘工业建筑交通 还有公共建筑等方面的节能降碳的潜力 加快节能降碳的改造和用能设备的更新 第三个方面呢 是健全节能降碳管理的长效机制 要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 强化节能审查的适中适后监管 同时呢 要加快制定和修订一批节能标准 依法依规的来加强节能监察 第四个方面呢 是要营造全社会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那么我们看到 这几年呢 应该说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是有明显的提升 但是呢 我们也观察到 我国的能源利用的方式啊 还相对来讲比较粗放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我们还是要深化能源和资源的国情教育 全过程和全领域的遏制能源浪费 来提高全民节能降碳的意识和能力 加快形成 简约适度的生活理念和绿色低碳的消费方式 推动各类主体 落实节能主体责任 履行节能的法定义务 请继续提问 好 我们请 左 左去第四排的这位记者 谢谢发言人总台 CGTN记者提问 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期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法国政府有关部门及企业 达成三份合作文件 能否请您进一步做介绍 后续将如何落实 谢谢 好 谢谢您的提问 五月上旬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期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法国的相关部门 签署了三份文件 那么主要涉及了宏观经济政策交流 绿色发展和生态转型航空领域等三个方面 那么我依次来介绍一下这三个文件的有关情况 第一份文件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法国经济财政及工业数字主权部达成的 关于加强部门间交流合作的意向书 通过这个意向书的签订 我们建立了部门间的交流合作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同法方一道 要发挥好交流机制的作用 重点就宏观经济政策 产业发展 绿色低碳等方面来开展深入的交流 开展部门间交流对话 服务好双方面的务实合作 第二份文件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法国经济财政及工业数字主权部达成的 关于绿色发展和生态转型的合作意向书 那么这份意向书明确了 双方将根据两国各自不同的国情 本着评动互利的原则 开展绿色发展和生态转型方面的公共政策交流 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 节能和提高能效 塑料污染治理等方面 还要开展一些务实的合作 下一步我们将和法方一道 加强政策对话 开展技术交流 推动两国工商界 遵循企业主体 市场导向 商业规则 国际惯例 来开展项目的合作 共同促进两国绿色低碳转型的 合作与发展行稳志愿 为建设更加美丽 高效的清洁的世界 贡献力量 第三份文件是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空中客车公司签署的 关于生化航空领域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 那么长期以来 中国的航空公司 与空中客车公司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空中客车的飞机 进入了中国的民航机队 空中客车的天津新总装线建设 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事实证明 航空领域的积极合作 有利于密切中法两国的 友好往来 通过备忘录 我们明确 双方将在航空 还有相关的新兴领域 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中国航空运输市场 健康稳定发展 下一步 我们将同法方一道 来落实好谅解备忘录 积极做好两国航空领域的 务事合作 好 请继续提问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记者 我们就请 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刚刚落幕 我想问一下 本次品牌日活动 取得了哪些成果 下一步将如何加强我国的品牌建设 好 谢谢您的提问 5月10号到14号 2024年的中国品牌日 在上海顺利举行 那么今年的主题是 中国品牌世界共享 国货潮牌品注未来 在活动期间 来自于280多家媒体的380多位记者 对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在此也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的品牌日活动 还是非常丰富的 包括启动仪式 品牌发展大会 品牌博览会 以及各类品牌的特色创建活动 展示了我国品牌建设的突出成效 同时也有非常多的亮点 那么在这儿 我想刚才记者朋友问到 亮点有哪些成效有哪些 我想跟您分享三个方面 我感受比较突出的特点和成效 那么第一个方面 活动是展示了品牌建设 对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贡献 品牌博览会集中展示了 近1800多家品牌企业 在创新发展 绿色低碳 大国重器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分享了有关地方 通过品牌建设 来带动产业发展 城乡建设和名声改善的 一些最新成果 这充分彰显了 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 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 中国产品 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第二个方面呢 活动展示了品牌建设 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成效 活动期间 有关企业是聚焦了 衣食住行用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 其中展示了一大批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产品 而且呢还分享交流了一些服务于我们老百姓 美好生活需要的解决方案和行动计划 那么不少观众反映 以国货潮牌为代表的各类品牌 不仅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而且呢也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验 此外品牌博览会新设了这个美好集市的板块 在这个美好集市当中呢 汇聚了大概有150多家乡村振兴啊 区域特色老字号和飞移项目等品牌企业 这些好吃好看好喝好玩的产品 吸引了观众的这个消费体验 那么今年的这个线下的观众 人数同比是增长的是超过了10% 第三个方面活动展示了品牌建设 坚持开放包容促进共同发展的鲜明特色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品牌贡献世界发展 中国市场成就世界品牌 今年的品牌日活动还吸引了一大批的 这个跨国企业的参与 来自于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 政府代表还有企业家的代表 大概有3000人参与了各类的活动 在讲好中国品牌故事的同时 也能够共化全球的品牌发展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从五个方面服务和推动品牌建设 一要优化政策环境 我们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同时要深化中国特色品牌 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工作 为品牌的培育和发展 来提供更好的政策保障 二要强化规划引领 要启动155品牌高质量发展研究 推动品牌建设深深度的融入我们的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等战略 三要加大投资力度 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源 加大科技创新 装备研发 技术升级等投入力度 助力更多品牌 加快创新发展和绿色转型 四要鼓励创新和探索 引导和鼓励各类品牌 能够积极地开展创新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同时积极推动将 优秀的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融入到品牌建设的全周期 最后还要强化统筹协调 高质量办好中国品牌日的活动 推动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 开展品牌创建和宣传引导 加快形成政府主导 政府引导 企业主导 社会参与 消费者关爱的品牌建设格局 好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 后续各位记者朋友 如果还有其他关心的问题 可以与我们新闻办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会